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爬道 今天我來到一間香港的爬蟲店 它的名字叫希奇爬蟲專門店 我今天會介紹一下這裡的動物給大家看 今天第一隻會介紹給大家看的 是一隻來自日本的朋友, 是一種榮原來的 它的名字叫劍美榮原 就在這個玻璃缸裡面, 住了很多這樣的劍美榮原 好, 這些劍美榮原來自日本的朋友 他們是有兩個亞種的 今天我會介紹這兩個亞種給大家看 其實它們的樣子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是同一個品種 在日本不同的島上找到它們 所以就是一個不同的亞種 有兩種, 一隻我比較喜歡的叫沖繩島 來自沖繩島的沖繩劍美榮原 另一個叫做染美大島劍美榮原 只有這兩種, 這個品種裡面 它們是兩棲類動物, 出生的時候就在水裡面出生 但是這個品種很有趣 它們當成長了的時候, 變成榮原的時候 它們會上岸生活的 它們會走入樹林, 走入森林的地方生活 只要是靠近水的地方, 它們就可以了 它們晚上會走出來浸水 但是當它們繁殖的時候 然後到了繁殖季節, 它們成年的時候 又會進入水裡繁殖 這兩種榮原就不算是很大條的榮原 大概到十多cm 弓的話, 尾就會短一點 耳的尾就會長一點 還有當你反轉這隻榮原看的時候 它的涉直腔就會大一點 就有種種的一個包 而那就相對比較細 如果沖繩那隻, 沖繩島那隻 它背後的花紋就比較多 好像有些金色的花紋一樣 一點一點一點 我覺得就很漂亮的 它的底色就大概是黑色至深啡色 但是當你反轉它的時候 它的肚腩就好像香港那隻 香港雷原那樣 當你反轉它的時候 它的肚腩其實都是橙色 橙紅色那樣的 其實這個就是代表它會告訴別人 其實我有毒的 你不要走來搞我 你不要吃我 這些榮原就第一 它的皮膚就很敏感 因為是兩棲類動物 所以碰它們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戴一雙手套 保護它 因為我的手可能會有些汗 有些鹽 或者有時候我們噴了香水 女生擦了手指甲這些 就戴了一隻手套就保護它 因為這些動物的皮膚是很敏感的 很脆弱的 那倒轉了 因為它們是有毒的 所以我戴了一隻手套的時候 我碰它們就比較安全 但是都是一樣東西 碰完它們 記住都要勤洗手 自養這些榮原就觀賞性為主 千萬不要經常覺得要拿上手玩 如果你是喜歡這樣養的 就不應該養這些動物 另外一隻就來自閹尾大島的 劍尾榮原 相對它的體色就比較普通 黑色一點的 但是當你反轉它的時候 它的肚腩都是橙紅色的 主要就是這樣分 但是去到繁殖期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些榮原 體色都會變的 尤其是那些公 閹尾大島的劍尾榮原 當它繁殖的時候 那條公的尾巴 有機會會變到白白的色 但是這隻沖繩島的那些 根據一些網上的資料 就說它們不會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一說榮原 就覺得 要很冷的地方才可以自養這些榮原 因為這些榮原通常不可以抵受很高的氣溫 但是這隻榮原就相對 比較上是可以接受比較高的溫度 就是我看一些網上的資料 它們在日本某些地方 那些島上 其實去到28度 它們都還可以捱得到 但是它們就絕對不舒服在這個溫度 它們最喜歡 就是在21-22度 這些範疇 它們其實就住得最舒服 那自養這些劍尾榮原 其實它們的適應能力很強 雖然它們就會上岸去生活 在野外 但是其實我們也可以用一個半水綠缸 即是一些深水 一個玻璃缸用一些深水 好像養魚 裡面放多些水草 放多些東西給它爬 其實它們游水很厲害 它們是不會浸死的 但是如果你用一些水缸來養它 放了水 記得要給浮桌 給多些浮的植物 膠的植物 什麼都可以 其實它們就會掛在那些地方 令到自己休息 因為它們都是要上岸的 它們是需要上岸的榮原來的 給一個大的浮桌 它們很重要 自養它們最重要 給一個好的過濾器 因為它們水質對它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 那些兩棲類動物 大家都知道 是可以測試那個地方 乾不乾淨就知道 你看那裡很多青蛙 很多青蛙在那裡繁殖 晚上在那裡烏叫 就證明其實那個地方 那些水質都是還OK 還被破壞 所以要一個好的過濾器 過濾器就不要用太強的那些 因為當你用太強的過濾器 那些水沖得太厲害 它們就不喜歡 對它們來說很滋擾 即是休息不了 它們是喜歡在那些很靜的地方休息 那餵食方面 它們會吃一些急凍的紅蟲 它們會吃一些蝦乾 你捏碎它 它們會吃 主要在野外 會吃一些小蟲 小小顆的螺 它們都會吃 那它們是怎樣吃東西的呢 當你把食物放在水裡的時候 它們就會嗅嗅嗅嗅嗅嗅嗅 然後當它們嗅到這些食物 很靠近自己的時候 就會突然吸進嘴裡 它們是沒有牙的 它們是沒有牙的 前面是咬不到的 即是它們不會傷害到你 但是它們可以把食物吸進嘴裡 那裡 若然你不想這樣養它們的話 其實它們也可以接受一個 六妻 好像養虎文榮園 那樣的設定去養它們 即是鋪一些泥 給一些濕潤的水苔 混合在一起做一個底材 然後給一些山洞 給一些木裏爬 然後最重要是給一個扁 小小的大水碟 讓它們容易爬進去 那它就晚上可以在那裡吸收水分 那其實你用這個方法來養 其實也是OK的 剛才介紹完榮園 那現在這裡就有幾隻 很常見的變色龍 是一些高官變色龍 高官變色龍 是一些最常見的變色龍品種 在寵物店裡 那一樣東西 今天就不是介紹品種 因為之前都介紹過 剛才我就餵牠吃蜥蜀 用一隻手餵牠吃蜥蜀 那最重要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因為這些動物 是日行性動物來的 大家都知道 當我們自養這些變色龍的時候 我們都要給一些太陽燈 加熱 給一些紫外光燈 在上面 所以我們永遠都經常說 建議別人養變色龍的時候 用一個高身的光來養牠 因為他們喜歡爬樹 但是很多時候 就會出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熱點 那個熱點的燈 跟那個樹枝的擺位 擺得不好 導致很多變色龍 爬得太高 太貼近那個射燈的時候 他們就會曬到自己 曬傷自己 燙傷了自己 後面的旗 我曾經見過很多人 養這些變色龍 就是因為高度的焦點 令到變色龍爬得太高 曬傷了自己的旗 令到這條旗 可以整條好像燒熟了 可以整條拉出來 又要一個很漫長的治療 要天天幫牠塗藥 幫牠敷藥 因為這些 塔蟲類動物 其實他們那個 那個複合能力很高 就是動物 你有時候想不到 就是他們是 你看起來好像很傷 有時候我看到 這麼傷的 但是其實隔了幾個月時間 他們又會自己好 如果不是太嚴重的話 所以一件事就是 這些這樣的樹枝 還有這個肛 永遠就是 那些樹枝 就算你的肛有多高都好 你不要想著 善用所有空間 將所有的樹枝 放到最高那裏 因為那個東西 當牠爬得太高的時候 那個熱力太厲害 就會曬傷那隻蜥蜴 還有牠們的眼睛 那些眼睛其實都會受到傷害 因為如果你太接近那些UVB 在一個危險的距離 都會很影響牠們的眼睛健康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 這裡為例 這裡就是一個射燈 這是一個太陽燈 能夠給牠們熱力和紫外光 這些都是牠們需要的東西 但是我們看一下這個樹枝 這個樹枝 就現在緊貼著這個網 意思就是說 這隻變色龍 如果牠要的話 其實可以一路爬上去 一路爬上去 爬到最頂的 但是當牠爬到最頂的時候 牠跟那個燈的距離 就簡直好像只是隔著那個網 就很危險了 這個高度 因為牠黏得太近的時候 就有機會會曬傷牠的背脊 那條旗 也都會影響牠的眼 因為那個紫外光會影響牠的眼 剛才說了 所以記住 這個樹枝 永遠要設定再低一點 永遠設定再低一點 要保留一些空間在這個位置 一般來說 這樣的燈 大概在12吋位 10吋12吋位 那隻動物就會最好 一般來說 每個牌子的外出不一樣 但是記住 千萬不要碰到上頂 不要想著 善用所有空間 因為這樣其實是很危險的 還有一樣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 譬如說 當這枝樹枝 是我設置在這裡的 我打算射燈就射到這裡 那我的變色龍 就站上來就對了 我把手放在這裡 試一試溫度 覺得差不多 甚至乎你拿支窗 拿支溫度窗射一射這裡 溫度對 譬如說33度 那你覺得是對的 但是你記住 你現在把手放在這裡 覺得對 不代表變色龍 站上來的時候是對的 因為變色龍 站上來的時候 最少會佔多了幾吋位 我現在把變色龍放上來 給大家看看 我如果把手放在這裡 覺得對 但是當變色龍爬上來的時候 就會變得不對 因為變得太高 看到嗎 因為變色龍也有這麼厚 所以當它站上來的時候 距離又會不對 這件事大家一定要知道 噔噔 這裡裡面有一隻很小隻的椰子蟹 這一隻是來自日本的椰子蟹 其實都是那個品種 其實都是那個品種 因為椰子蟹來自很多地方 台灣、印尼、日本 或者澳洲的聖誕島 很多地方都有它的蹤影 我昨天看到它這麼小隻 因為我未見過這麼小隻的椰子蟹 只有這麼小隻 其實 我打算放在手掌上 拍照給大家看 有一個對比 我一放下去的時候 它就夾住了手指的皮 夾住了一點點皮 哇!很陰毒 之後我打算夾一點點皮 這麼小隻沒有東西 我打算和它淋一下水 我就可以解圍了 誰知道原來我淋極水 都不放手 我拔又拔不出 要找個店員幫我 兩個人一起這樣攪 攪了一輪才令到自己脫身 所以這件事就令我覺得 很神奇的一件事 它們的蟹的咬合力 真的一點都不可以不容忽視 因為我沒有想過這麼小隻的 夾住我根本是解不了位 你想像一下一些大隻的夾住你 你會怎樣 真的要很小心 這些椰子蟹 好了,最後想考考大家 想大家猜猜這隻是什麼綠龜 登登 是不是很少見 我也是第一次見一種綠龜 其實它是一隻雜種龜 它是由盾臂龜 和非洲的炮龜合二為一 變成這一隻龜 它們就叫它炮盾 即是它們是一種雜種龜 看上去真的猜不到它是什麼龜 最初我看到沒有見過這樣的綠龜 它們兩個品種 即是有些爬蟲類動物 是可以這樣雜交的 有些蛇、烏龜、水龜、蛋龜 這些都是有時可以這樣 這隻龜 其實外形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盾臂龜 非常非常像盾臂龜 但是它的殼上面 花紋又有些像炮龜 炮龜就是這樣 黑色一點一點 它就混合了這兩種品種的龜 特徵在這裡 我相信它應該大了 都會變成體型很大 因為無論是盾臂也好 炮龜也好 其實它的身形都是很大 我現在拿它上手 這隻其實是很小隻 但是感覺都很重 肉裡面很重 好了 今集是這麼多 因為人家都再來下班了 我回去就慢慢剪片 剪完立即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爬道 Thank you